好了,我們是2012年,大家留意一下這個飛星方位佈局 希望我們可以擺旺我家責令我們來年生活得開開心心 根據這個飛星圖,明年六百武曲乾為父,主男人也主權貴 如果你說你自己是軍政界的紀律部隊的 有制服穿的工作人員想吹旺家責的 不妨在廳中放一塊黃色的地毯或者金黃色的地毯 土黃色的地毯就會伸旺你的家責 如果你是軍政界的紀律部隊或者當官的 想做高官的,想工作創造,想家責興旺 不妨可以按照這個意思放在廳中放一塊土黃色的地毯 我們順勢看看其他方物應該有什麼擺設會幫到我們 我們先看看東方,由東方開始 今年四六文昌的飛臨東方 東方就是文昌,今年主文貴,主讀書考試 如果你有小朋友想讀書考試好的,想考大學成功的話 不妨在你屋內的東方放四支文昌粥 四支文昌粥 你想他更厲害的話,不妨放一杯水 四支文昌粥加一杯水 希望令他讀書運好,考試運高,能夠深賞事成 好,我們順順的方向看看 接下來我們是東南方 東南方今年就比較差 東南方就是五黃災星道 如果你的睡房在東南方那裏怎麼辦 不用怕 你看看,如果你說比老人家住的 老人家的氣勢又弱些 剛巧的房間就是東南方的 那我就勸你在東南方那裏放一個音樂發聲的金屬盒 或者是酒樓出菜的叮叮 就是你出了菜,叮叫人叮叮 目的就是希望有些金屬的聲音 能夠把這個災星的病符化了 用來用聲音來化了它 所以每一早都起床,睡覺前就叮叮 有些聲音響一下它 讓整個人的凌晨都清脆些 不要這麼混沌 因為有時候我們病就令到人呆呆呆呆呆 有時候高頻也是會令到清醒的 所以就說如果你們睡房在五黃位的 不妨用音樂發聲的音樂盒 上足鍋、吱咐,讓它開始響一下 電音就不能說明 電音感到不行 如果你有化大病的話 你不妨在房間的地毯底 放了一塊黃的銅片 你將一塊螢鏈製它的 用金屬生氣化煞的原理 就可以把這個東南部的災星去化禁它 最終聽到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